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展会上面我们展示的设备主要是四大事列的 第一事列的话就是我们HDPE及PBR 大长径比当楼杆起初机 PVC管材衣扇平衡起初机 以及专业的照理衣扇平衡起初机系列的 同时的话在这个展会我们是首次的展示了PVC在线捆配系统 这个系统的话它会颠覆我们传统的 不需要再使用高速捆料机了 完全取代这种高速捆料机 客户可以在线捆配所有的原材料 在线捆配正种的精准的来控制原料的用量 减少管材计造过程的能耗 然后配方的话也可以灵活的调节 同时的话我们新的起初机上面也配套了 一个全方位的预测性监控 例如在我们的减速箱 楼杆上面 安装传感器 能实现的给客户提醒 保养 维修信息 第二大事例的话就是我们全面展示了 粉体 颗粒 再线 质量系统 辅助设备 主要的是粉体 配方称全系列 多组份颗粒 称重粉料机 色母机系列 粉体机色列系列 以及我们的施政称系列 这些产品我们都有许多的专利 都可以给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帮助 第三个系列的话就是我们一些 Fanical的有线控制系统 这个系统的话可以提供控制 数据材质 数据分析等各种功能 能提供给客户更多的数据分析 帮助客户在线的控制 材料输送 能耗成本 管材制造过程中的能耗成本 能提供给客户更多的控制成本 材本增造 第四大系列的话就是我们专门为 起初机设定的师傅电机 这种电机的话在我们展会上面 我们是做了一个对托的实验 可以展示给客户看到 我们这种师傅电机 它的高效 响应 温声 它的噪音 它的震动 都可以展示给客户 主要就是这个系列 非常感谢廖总为我们介绍 联素机器今年带来的四大产品系列 那在我们的了解来看 也是覆盖了像柔性制造 像这个起初 所以联素机器也是在这个环保再生的 这个领域有很多的这个投资 那我们也想了解就是过去的三年 我们相信也是行业发生了许多的变化 供应链 包括商下游击 以及整个行业 那就您所在的这个利基市场 这个比较小的西风领域来看 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和体会 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可以的 实际上各位今年开发以后 都有点感觉了 就是这五年来 疫情加上这个地缘冲突 给我们整个市场或者每个行业都带来很大的变化 特别是对我们的塑料行业冲击是比较大的 这五年来客户对它的需求是越来越明确的 节能 高上 机动化 需求是非常明确的 对于人数来说 我们这五年我们也是在生根这些行业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系列的使用大长进比的起初机 加上IE4的伺服电机 然后再配上我们的Facebook油性控制系统 上游的在线物料控制 能控制每种产品每种产品的用量控制 使它的成品的品质提高了 原材料用量减少了 从而实现产品增少 另外一个的话 在控制跟配重方面 我们也用了一个在线的配重系统 能更好的控制原材料的输送比例 各种方面 最终我们会实现让客户能够赞本增少 好的 非常感谢廖总给我们带来的 基于这个行业的趋势变化的分享 以及联署应对所推出来的一些新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我们也想了解就是说 针对这些您所介绍的特点 以及我们联署现有的这些推出的装备 这些新的技术 你有没有下一步的规划 可以跟我们透露和分享的呢 实际上我们联署的话 我们一起坚持生根在塑料管道里面的开发 以后我们一级的方案 还是在物料的输送起初生产 在线包装 物料运输 等方面 我们会做一个全方面的管理控制 提起的话 人数品牌其下的外汤围系列 我们也会坚持开发在不同的行业上面的粉体 可聊聊的不同的称重混配这种应用的 感谢廖总的介绍 我们也看出来是希望给到行业和客户一个全战式的一个解决方案 对不对 好 也感谢您介绍这么多 我们今天呢 我们人工业传媒在今年2023年也是迎来了我们的第25年的生日 所以也想请您比如说可以对我们说一些寄语或者一些祝福 或者是您对于我们行业这么20多年来的发展 有没有您的一些感受跟我们分享都可以 首先感谢这个有机会可以跟你一些面对面的沟通 你们实际上对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是做到很大的贡献的 每年的展会啊 行业的专业会议啊 都是在你们的建议或者你们的主题上面举行 所以非常感谢你们 对我们行业或者对我们公司的支持 好 谢谢廖总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和感谢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我们行业的从业者们一起来共同促进工业的发展 就像我们荣格的slogan 那我们最后呢 也想再次来感谢这个廖总参加我们的采访 我们接下来呢 也会来到其他的展位 给大家带来一首的现场报道 如果大家还没有到China Plus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八号馆的展位 来到我们联宿的现场来一起 近距离的面对面的感受到我们的新的技术 好 那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 精彩不断 好 谢谢 谢谢